Hello 欢迎来到大家车人论YP的长车评视频 今天这条是一条深度车评带动态的 但是我现在身处这个环境 大家也看到了 在我们自家的带空调的影棚里头 最近暑假生夏外面要么就是热死 要么就是下暴雨 所以我们把车评也放到影棚里面 来拍摄静态的部分 这样大家可以把这个车看得更清楚 我也更加的轻松舒服一点 饶了我 今天这部车看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有个非常漂亮的外形 而且这个外形就是它来到我们身边的原因 这台车叫做哪吒S列装版 注意哪吒S列装版 就是讲的是它这个形态 这是一台列装版的车 哪吒S是大家已经熟知的一个名字 之前它已经有三箱版上市了 然后这个列装版作为一个532 就是5米长 3米轴距2米宽的中大型 看起来很漂亮的列装轿车 而且它是真诚的 它也有纯电 是不是又有一种新的车型进入了你的视野了 是吧 列装车 其实我对这台车把自己叫列装车是有一点保留的 但是此前像它这样的车 国内有一台 未来的1T 5T 那台车是纯电的 并且价格是30万上下 但是现在哪吒S列装版 这部车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的车评会跟大家讲清楚 在看车评之前还是请大家 还没关注朋友记得关注起来 大家车YP最认真做长车评的一个视频的博主 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合适的车 看我的车评我会告诉你 什么车适合你 好 下面来到这台 哪吒S列装版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就是外观 我们把它放在影棚里也非常合适 因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把这台车的外观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曲面变化都看得更加的清楚 先从车头说起吧 这部车的车头其实跟它之前的三箱版本 哪吒S的三箱版 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 就算有一些变化也是非常仔细的变化 基本可以忽略 但这个车头放到今天看 依然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 很有自己的设计特色的 比如说它大灯 不只是瞇瞇眼 而且它这个瞇瞇眼 是跟整个车头的造型是非常融为一体的 底下这个大灯也做得很细很薄 然后下面的这些立体的造型 也是很有运动感 这里有个发光的车标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争议 一个是发光 一个是车标 对于哪吒来讲 这两个东西都是有争议的 确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品牌 应该换个名字 换个logo等等 这些不是我们平车的人可以左右的 大家觉得这个品牌怎么样 这个logo怎么样 大家有意见可以在弹幕里头写出来 我们可以转给厂家的朋友看一看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先来讲讲这台车的尺寸 非常好记得532 532在国内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类车的代表了 就是车长5米 轴距3米 宽度2米 而这部车它是忠实的践行532 所以这个车的三维非常好记 我一般记不住任何一台车的三维数字 但是这台车很好记 4980 1980 2980 这就是它的长宽和轴距 然后高度这个车比三箱版本高了3厘米 一方面是它这里有个小小的行李架 车顶造型有点不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的离地间隙 是比三箱版高出一点点的 悬挂本身调高了一点点 为了保证通过性 还有就是它的轮子 整个轮子也比三箱版更大 我原先以为只是轮圈从19寸扩到20寸 视觉看起来大一些 但是仔细看它的轮胎参数还不是 因为它三箱版的是245 45 R19 而这个列装版是245 45 R20 直接就是把直径扩到了一寸 而胎宽跟扁平率没有变化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轮胎的外径 其实是比三箱版更大的 所以现在这个胎是更饱满的 充满了这个轮拱 但是充满之余 你看看这个位置确实是高一点点 所以它有更长的行程 这个就代表了厂家在坐这台车的时候 不是仅仅的完全基于三箱版 然后去把尾巴做出来这么简单 它们连底盘都有一些重新的调校 好了来到侧面看一看 作为自称列装版车型 它的整个车身的比例控制 大家觉得怎么样 肯定是漂亮的 因为这种车 其实只要把尾巴一拉长 这里做斜一点 立马这个车的姿态就出来了 这种车其实在欧洲应该叫做Wagon 我们国内有个翻译叫瓦罐车 瓦罐车也很形象 因为它更能装了 所以它像一个瓦罐这样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我说这个车是Wagon呢 因为它其实明白的就是把一个 三箱轿车的前排后排都是保留着 后排的头部空间也很好 然后再把车顶平直的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扩大了行李空间 这就是Station Wagon 但是厂家为什么要把这个车叫列装呢 可能他们觉得列装这个名字 比较时尚一点吧 因为列装车 其实英文叫Shutting Brake 顾名思义 就是其实是贵族开去打猎的车 因为贵族喜欢开跑车 但他们又要打猎 所以他们就把跑车的后面 稍微扩大一点点 让这个跑车具备一定的装载性能 之前的法拉利啊 什么马丁啊 宾利啊 他们都做过一些真正的Shutting Brake 就是前部分其实是跑车 后部分扩大空间 而这台车呢 其实它更多的就是 源于欧洲 源于美国的那种 基于三乡轿车在加大尾乡做成的那种 其实就是瓦关车旅行车 我是借着这个车给大家把这两个概念稍微科普一下 但是这个概念呢 确确实实也是源自于欧美老汽车世界 他们沿用的甚至是从英语 在翻译过来的一些概念 而我们中国市场 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市场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这些名字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本钱的 只是大家接不接受而已 反正在列装版 它说自己是列装版 它不说自己是旅行车 而未来的ET5T呢 其实是比较实在的 说自己是旅行车 ET5T那个T就是Touring的意思 其实有一台车会更接近列装版的概念 就是极客001 大家也都公认 那个是国内列装这个小气氛市场的鼻祖 但001其实也是介乎列装跟旅行车之间 它只是把那个后面这个部分做得短小一点点 它不像ET5T跟这台Nazan S一样 是整个后面其实是发育完全的 所以我自己心目中 我认为它更多的应该归类成一台旅行车 但是厂家可能觉得旅行轿车 这个反正中国市场过去20年 有人造过旅行轿车都卖得不好 不如我们就蹭个热点 赶个时髦 把它叫做列装车 OK 那就是Nazan S列装车 这名字还挺时髦 关键是这台车 你实物看它 它也是很漂亮很时髦 尤其你看我站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这个尾灯 这种立体的造型 其实Nazan S本身三箱版 也已经是很漂亮的一台车 我觉得整个比例控制 拿捏都是很好的 然后三箱版的风阻系数 只有0.215左右 非常非常低 来到这台列装版 去到了0.25左右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三箱车天然尾部的 拖拽气流就比较畅顺 而来到这些有一个大的尾巴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拖拽气流 这里就会产生阻力 它换来的 一个是形态不一样 其实这种形态比三箱版显得更加的运动 第二个就是它会有更大的内部空间 整个尾部的设计 其实也不用多说 基本上这个车就是浑然天成 很漂亮 尤其站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测测的看过去 你看这个中间 从后门那个地方开始往外拱 鼓起来 鼓起来这里有一个线条 然后跟这个尾灯完全融为一体 很好看 真的是设计的很有水准 看完设计的东西 我们再看一下功能性 就这个车它的顶部 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行李架的轨道 这个严格来讲 它也不能叫行李架 因为它还不形成一个架子 它仅仅是一条轨道 当你真的要在车顶上安装东西 比如说安装那种箱子 或者说放自行车的时候 你这里还是要做一个两个横轨过去 这是要另外买的 厂家说他们也会出这样的精品 就架在轨道上面再有一条横梁 然后再把自行车 再把箱子固定在横梁上 但不论你在上面装什么 最终还是要这个轨道来受力 所以这个轨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很重要 这部车它很认真 这是一个真的轨道 它是真的有用的 因为它的动态承重 可以达到100公斤 所谓动态就是这个车开起来的时候 它上面可以乘100公斤的东西 也就是说静态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再重一点点 我问过工程师 他们说再重几十公斤都没有问题 那就静态的时候 这两条轨道合起来可以承重100多公斤 大家想一想 100多公斤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人的重量吗 瘦一点的话就是两个人的重量 胖一点的话一个大胖子的重量 所以在厂家的关头里头 它不只是说放点自行车 放个箱子 他们还有一张图示 直接在上面放了一个那种折叠帐篷 直接放上去 人可以一个小梯子爬上去这里睡觉 那个必须要对车顶行李架的承重 是有要求的 有很多的轿车旅行车 它确实是成不了那么重 但是这台列装在S做到了 这一点是很赞的 其实还有一些细节 看得出这台列装版是升级了的 像这个激光雷达 这个是高阶自驾版才有 然后再看车门 这车很帅气的无框车门 这部车其实各种帅气元素都很到位 唯独就是这台增程版本 它那个卡钳是铜色的 看起来就普普通通的卡钳 稍微有点寒酸一点 但是纯电的双电级版本 它用的是一个红色的 看起来更大的卡钳 好了我们再看看车厢 车厢也比预想的变化要更大 好 来到内饰的部分 我首先讲讲竞品的普遍做法 通常业内都是三厢轿车跟旅行版 外观尾箱有差异 但是车厢基本上就是一样了 比如说蔚来的ET5T 它整个车厢跟ET5T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在S这回还是很猛的用力 因为这台列装版 它的车厢跟三厢版 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控台整个是不一样的 还有三厢版这里是有一个副驾屏 而这台列装版没有了副驾屏 但是多了全系的前面的一个很大的HUD抬头显示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变化 还有在用料上 这部车的用料是真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很不错的用料 除了一些基础的这些皮质缝线这些以外 它用了很多的类似于翻毛皮或者超鲜的材质 比如我现在手碰到了这个地方 整个中控台的扶手 还有手机无线充电的托盘 这个位置你看都是这种像超鲜皮一样带绒毛质感的 然后还有整个车顶都是这种材质 我觉得中国品牌在内饰上还真的是很卷 然后再看看整体的设计 在S这台车类似设计最核心的亮眼之处 就是它中控台这块屏 这个屏幕是比行业里绝大部分的竞品车都要大的 它有多大厂家给的数据是17.6英寸 其实我现在不太喜欢用多少多少英寸 这个去描述一个屏有多大 因为它说的其实是对角线的大小 你看这块屏非常大是吧 17点几英寸 然后他们给的数据是 前面这块仪表屏也有12点几英寸 12.7 但是你看这个12.7它就很小 因为它是把它拉长了 它是一个扁形的 它对角线也是很长 也有12.7寸 但是你同样视觉看一看 中控台这个屏比前面这个屏要大多了 这个才17点几 实际上我给大家一个参数 我的手艺长就是20厘米 这个车的屏幕你看 高有40厘米 宽也超过20厘米 大概有23厘米左右 就是40x23这么大的一个屏幕 40厘米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半米长了 就这么大一个屏幕 处在这里 而且这个屏幕呢 它的整个显示分辨率是2.5K的 所以它也不是几年前刚有新视力造车的时候 你看到那种屏幕很大 但是里面就很粗糙 就像买了一个特别廉价的平板电脑放在这一样 现在这个屏呢 整个显示的画面啊 质感啊都已经是很好的了 本身用的也是8255的芯片 而且这个车机本身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我们先放一会一会再讲车机 我还是讲完一些基本面 刚才讲过了前面是大的抬头显示 这个抬头显示信息非常清晰 画面也很大 它可以显示地图 可以显示自动驾驶的那些周边的环境渲染 也可以显示各种的行车的信息 还可以显示AR2D就是给你指路 总体上这个抬显是我近期用过的非常好的抬显 但是这个抬显有个问题 就我们的摄影器材 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用相机 都有点拍不出来 它那个刷新率可能只适合人眼 那这种拍不出来的抬显 其实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 就如果你戴着那些 戴偏光的太阳眼镜的话 在太阳底下你是看不见这个抬显的 那看不见抬显无所谓 因为它前面也有个正常的屏幕 正常的车速 小里程的信息 还有一些关好车门没有 车灯 还有档位 基础的续航 你要用的信息 它都躺在这里的 这也是很赞的 并没有因为有了抬显 而把前面应有的这种常态化的仪表给取消掉 这个车其实开起来还有一个可以看行车信息的 就是在屏幕的左上角这个位置 也是能看到一些像最常用的信息 这就要讲到哪吒这个品牌 其实在设计上我觉得是很在线的 它们的设计功力 从外观到内饰 你看方向盘的整个造型 立体感 包括原创度 都是很好的 但是在人体工学上 有些东西是可以商榷一下的 比如说小滚轮 小滚轮没有问题 但是小滚轮其实我个人也不喜欢 因为它没有标明它是什么功能 当然它是多功能的 它可以用来调后视镜 也可以用来调自驾 也可以用来调声量 也可以自定义 但是你出上来 你就是不太清楚它有什么用途 并且它左右两边 这个是轻触式面板 这个面板其实它也做了一点防务处 就你连续按它的话 只有递一下 它是有反应的 你再按下去 它就自动帮你屏蔽掉一些多余的动作了 但是依然是不那么清晰 相比实体按钮 好 再来看看中间我们常用的部分 手机的无线充电卡位 然后这里是杯座 这个部分设计造型是很简单 但是用料不简单 同样看起来简单的 还有这个手枕 但是这里面内有乾坤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冰箱 这个冰箱可以自定义 可以加热 可以制冷 最冷可以到-6度 所以它可以制冰 出去玩的时候 冰淇淋是可以放里面的 而且乘客这边可以拿 司机这边也可以拿 它是一个左右两边都可以用的冰箱 非常好 之前SUV哪吒L也已经有冰箱了 经常要出去露营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特别加分的 再看一下上面的小细节 整个遮阳板是超纤绒 这里是一块很漂亮的 带磁烯的分两段开的小盖板 打开之后有化妆灯 左右两边肯定都是有的 所以整体这些细节做的是很到位 就这部车你如果待久一点 一点廉价感都没有 完全就是一个20多万的B级车的水准 好了 开完这些硬货了 下面我们看看软东西 就是这个车机 车机里面要讲的内容也非常多 我们来看看这个屏幕里面有什么内容 首先点一下它上面这两个卡片就出现了 上面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些快捷卡片 包括车门锁的开关 尾箱的开关 后视镜的调节 油箱盖开关 还有车辆的低速提示音 这非常好 最常用的一些功能直接坐在这里 右边这个卡片是多媒体的 还有赛道模式进入 还有指南针 下面这个区域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壁纸 这个壁纸其实也挺优雅的 但如果你觉得壁纸有点尬的话 你可以把它切换成更常用的地图界面 这个就直接把地图放在这 同样这个地图其实也是可以放到全屏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成这么大 这样导航的话就很爽了 尤其去到一些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一个素版的这么大屏幕的地图 就比手机看起来要安心多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前面的九条街的情况 其实还是挺实用的 看完地图区域 你再往下看 也是一列常用的按钮 包括车辆控制 这就是车辆控制的菜单 你看它这个屏幕足够大 所以它车辆控制菜单 都不需要用到整个屏幕的大小 一般来讲就直接从这里开始铺 但是它这个屏幕太大了 你铺到上面的话 你手还得抬起来去操作 所以它直接用三分之二的大小 就可以实现一般车的所有的屏幕菜单 我们一掌控制 所以不会因为屏幕太大 你的手要伸得很长 常用的功能还是一掌控制 然后应用中心 这是各种的应用 然后地图直接切回地图去 全景影像 这台车全景影像还是比较好用的 虽然摄像头的清晰度 讲真我只能给它70分 但是它有3D视图和轮毂视图 使用轮毂视图是可以直接看到四个轮毂 距离马路牙具体的情况 有没有蹭到马路牙的风险 所以这个我是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台车的自动泊车功能 讲真不是很好用 因为它识别车位并不是那么强 有一些灵活一点的车位 它是识别不过来的 然后这是一个精华所在 360安全卫视 这个我有话说 当然我们知道哪吒跟360的关系 就是红衣教主 他是哪吒的重要的投资人 但是在一个车的车机里头 去放一个360安全卫视 意味着什么 我们点开它看一下 还是我们熟悉的扫描 然后一键清理 过一会儿它就会告诉你 你的系统里面有多少垃圾 然后你要清理它 你看593兆的垃圾 我觉得这就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按理说我一个车机 怎么会产生垃圾呢 是吧 我一个车机 它本身厂家做这个系统 它就应该给到我安全的保障 包括隐私 包括信息安全 这不是厂家本身就该做的吗 你现在做好一个车机 你还要安装一个安全 卫视在这里 还要我经常运行安全卫视吗 才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这个感觉就很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提个意见 就不应该把安全卫视360 装在这个车机上 或者说你logo出现在这里可以 你红衣教主有宣传的需要 你要放在这可以 点开的话 我觉得直接你放一个360的广告 就可以了 或者你直接点开就进入 红衣教主 他的个人的社交网络 社交媒体的账号就可以了 总比现在这样 直接做一个清理 在这里要强一万倍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 看到就烦 下面我们就讲讲这个车的一些基础控制功能 特别基础的我不说 我就说一些有亮点的 这车亮点其实还挺多的 比如说它常用这里 除了一些车门锁 这些开关以外 驾驶模式这四个模式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单踏板模式 它直接做成了一种驾驶模式去用 这台车的单踏板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个回馈的力度也不会说特别拉扯 所以我也愿意用它 然后能量回收 这个很普通不说了 能源模式这个比较特别 纯电优先都能理解 我充了电我就用电 增程优先 就是我不管有多少电 我都用油 用增程系来发动 然后这时候跑高速的话 它不掉电 甚至它可以帮你回冲一些电 然后另外两个很特别 一个叫极致纯电 就正常来讲 它的纯电就用到剩下十几二十公里左右 它就会增程系介入 但是用了极致纯电之后 它可以用到最后几公里 各位数它才介入 还有个前哨节能 这个就更有意思 它会根据你设置的目的地的路程路途 来决定什么时候用电 什么时候用油 比如说我是先走高速 再翻过一座山 再到一个闹市区 这时候它就在高速路段 即便有电 它也不会给你用电 它会先用增程器 给自己多充一些电 然后再翻山的时候 它会既用油又用电 然后到了闹市区 它就有最多的电可以用 来保证你综合的能耗 综合体验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前哨节能其实体验出了 哪吒这个厂家 它做了这么多增程车之后 它对于增程效率的一些压榨的成果 然后自动风格 转向助力 这些我都不说了 来看看 灯光这一块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我要说说这台车 它的整体的氛围灯 我觉得是做的一般 因为它很简单的 就一条 可变色 当然是可变色 但是很简单一条在这 所以这台车晚上看它的话 感觉车厢的氛围不是那么高级 或者说相比它这些做工用料来讲 它的灯光没有跟上 做工用料我可以打90分 但是灯光只能给它个60分 这块还没有与时俱进 下一栏是辅助驾驶 我们今天开的这部车 是有高阶自驾的 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领航驾驶 这个我们留到实地试驾的时候说 然后视觉与安全 这个里面重点 就是有一个手势控制 请在界面提示区域内操作手势 它的手势是要把手放在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让这个摄像头看到你的手势 可以用这样的动作去控制音量 也可以去把你的食指放在嘴边 这时候它的监控区域就来到我的嘴边 这个就是静音 快速的系统静音 也可以上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 去用这个方法 这个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我觉得还不如用嘴巴说或者用手点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好玩 但是他好像又着重放在驾驶位的交互上 所以算是一个花哨功能 然后车辆设置 这里有一些常用的自定义设置 还有牵引模式等等这些 然后显示这里 我们快速的可以控制车辆的各种的屏幕的亮度 它每一个屏幕亮度都是有一个很好用的自动模式的 全部设在自动就好了 因为这么多屏幕你管不过来 重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HUD抬头显示 这个HUD有四种模式 极简模式最小化的 环境模式它可以显示自驾系统渲染的周边环境 AR模式这是带有AR箭头导航的 还有一个地图模式 这个我比较爱用 因为有时候我屏幕这里就放着一个壁纸 这样比较简洁 然后我把地图的信息都投到前面的HUD上面 直接在路口你头都不用甩就可以看到地图的指引 而且它在AR HUD上面显示的地图 在红绿灯的时候都是有独秒的 这个还是比较精细的 然后来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功能 HUD字体大小 这个你可以控制HUD里面的速度的字体 还有一个是系统的字体大小 这个就有意思了 我们现在是用小字的 大家看看左边这个字 然后留意一下 我把它拨到中变大了吧 再放到大变得更大了 它在字变大的同时 其实它的这些字间距并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你在用小字体的时候 其实字小但是间距很多 显得很空荡 它这么大的屏幕 完全是可以容纳更大的字的 你看我现在调的最大 也没有觉得很违和 也不会像一个老人机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用这个车 你就把这个字体一上来 就调到最大就好了 这样看起来也更加的舒服 最后说说这个应用界面 这个车的应用 其实常用应用都是有的 包括爱奇艺 网易音乐 喜马拉雅 然后车上娱乐 这里还有一些更多的 腾讯视频 优酷 芒果TV 米谷 宝宝巴士 互我音乐 这些都有 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去安装新应用的入口 什么应用商城这些我没找到 所以我想在这上面装B站装抖音 我不知道到哪去加 是不是有这个入口呢 我不确定 反正这个车我用了几天 我没有找到应用商城这个应用 只有个流量商城 所以它也好像也不支持你安装一些很个性化的应用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跟车相关的应用 作为车主其实是一定要懂的 比如说这个能量流 这个界面其实在我开这台车过程中 用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因为关乎行程能耗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个里头 包括剩余的续航 电的续航 油的续航 还有你开了多久 开了多少公里 发动机转速顺时的是多少 这一点很赞 很多增程车 甚至插换车 它都不让你知道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但是哪加这台车非常的坦诚 它不怕你知道 你听到一些声音了 你觉得发动机是不是介入了 好 进入这里一看 就能看得到有转速 那肯定就是发动机在运转了 然后后电机转速发电功率 就当时正在给自己充电 是一个多大的功率呢 什么工况它才有大功率呢 这些信息的透明化 都有助于你更好的去用好这台车 你知道我时速80 充电效率是最高的 我上坡的时候 充电效率就会低一点 这些它可以慢慢的 让你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还有每一次的油耗 还有行程里程 续航里程 它有标准跟动态 我强烈建议大家用动态 这台车用到动态模式的显示 就比较靠谱一些 然后还有储能管理 这里可以控制车子的对外充电 包括每一次充电 你要充90%还是充100% 可以给你设置 长时间去保护电池 还有能耗的一些数据 30公里 50公里 还有最近一周 最近一年的各种的能耗的储存 就在这个卡片上 叫能量流 然后还有这个车预设好的情景模式 包括离车不下电 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停车在玩的时候 是吧 小孩在车上 或者小孩在周围玩 你要保持车子在野外 是一个空调间 我们就设置离车不下电 然后露营模式 这个它会直接告诉你 它可以有对外放电的设备 然后露营模式的时候 禁止操作档位 就是你不用担心小孩跑上来乱拨 或者说你在这里睡觉的时候一脚 把这个车踢到了低档车动起来了 这是可以防止误操作 然后还有赛道模式 还有小气模式 就是躺一躺的模式 还有K哥模式都在这里 然后还有儿童座椅的卡片 这个就是原厂开发了一个 可以跟这个车连接的儿童座椅 这个儿童座椅 应该是有一些语音控制的功能 应该是有安全带的显示等等这些 这回我没有见到实物 反正这样看下来 你会看到它这个屏幕不只是大 而且它容纳的东西确实也是多 然后用起来功能非常多 但是功能的摆放其实是略显粗广 就是好像它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没有什么逻辑一样 当然现在很多的功能我们都不用去找 我们可以用语音 这部车基本的语音交互反应还可以 你好 哪吒 你说 导航到白云机场 我们准备去哪一个呀 第三个 要走哪条路线 第三条 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日常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我也发现 它有很多命令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 你好 哪吒 来了 胎压多少 语音站不支持此操作 打开行车电脑 打开能耗 就是有一些功能我想找 但是它没有 这个他压我知道 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哪去找 是不是没有他压显示 这个车 好了 这是语音 最后说说耳朵 就这台车的音响 听下来感觉还是非常对得起价格 甚至是有点越级超班的 因为这个车它有很多喇叭 并且它有天空喇叭 听下来整个音质还是比较透彻 也是比较高级的 我对音响没有特别大的研究 但这个音响跟它的整个车厢里的 氛围是一致的 而我刚才说了 这部车的氛围用料是越级的 大概起码是25万级别的氛围用料 所以它音响也是有25万级别的车的水平 好 以上就是坐舱的体验 提醒一下大家有个别的东西 是跟配置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摄像头相关 像刚才手势控制这些是顶配车才有 去后座前再看一眼前排的坐姿 这是有惊喜的 你看这是我的正常驾驶的座位 有两点 第一你看看它的方向盘是比较垂直的 当然这方向盘还可以调 它还可以靠我更近 但它的角度其实比较垂直 是比较运动的 还有你看看这个座椅的高度 其实现在我坐这个高度 我已经觉得舒服了 然后我很惊喜的发现 这个座椅还可以往下降 还可以降一点 这个是很少见的 因为其实最近的两三年 我们开太多的中国品牌的新的电车 大部分的电车 尤其是轿车坐上来 我都会觉得还想往下调一点 还想往下调一点 但是这已经最低了 能不能再低一点 不能 因为底下有电池 但是这部在列装板 厂家的工程师就特别跟我说 说他们就是优化了坐姿 希望更接近燃油车的坐姿 所以我坐上的时候 我很惊喜的发现 它的坐姿可以调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不仅是说你视觉上觉得低 因为视觉觉得低 你可以把这个仪表台升高 你就会觉得自己低 但是这个车是物理上的低 就我整个H点 整个臀点 你看我现在腿是有点被抬起来的 并不是说地抬高的抬起来 而是我真的是坐的低 所以我的腿跟我的H点之间 是一种比较前身的 再加上这个落地油门 这是一种比较运动的驾驶姿势 物理有多高 你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我还真的可以这样摸地 这个经典动作 坐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所以整个坐姿其实是很友好的 对于驾驶来讲 比未来ET5的坐姿要友好很多 唯独就是这个头部空间 可能一些1比8以上的人 头部空间这台车也只是一般般 但是也比未来ET5要好很多 好 我们去看看后排 后面这个车门 你看一下玻璃全降下来 还有这么多 这已经算好的了 因为有很多无框车门的车漆 它留下来的这块玻璃会更大一些 然后坐进后排 这个座椅跟前排的角度非常接近 就我直接从前排跳到后排来 我感觉整个人的坐姿是很像的 这个后排的坐姿就很像前排的 那个驾驶位的那个坐姿 也就意味着它也不会说太高 当然后座座椅是要抬高一点点 这样我们膝盖的角度会更舒服 但它地台也比很多的电车来的要低一些 所以整个坐姿其实是挺好的 包括中间这个位置 地台也几乎是全平的 所以我坐在中间 这个车的宽度也足够 然后它这个后座的靠背是有两极可调 你看这边我是调到斜了的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调的方法是在这里手调 这个调法相对来讲就比较简陋一些 没有什么高级感 但是好歹你可以调长途的话就可以稍微躺一些 然后这个手枕非常的德系 看起来就很像麦腾帕萨特的那些手枕 包括这个杯座 非常有德系车的味道 这样前面的基础配置出风口 有限的快充Type-C跟USB的插口 然后前排的靠背还有一个小的袋子 这个袋子也是开模做的 做的比较漂亮 未来ET5是没有这个袋子的 未来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这个袋子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李宾不喜欢说这东西不高级 其实这东西是可以做的很高级 你看哪吒布就把它做的很高级 看起来跟座椅是一体的 但是你实在有些东西要放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夹在这 然后再看上面阅读灯 这些必有的 但是这个车少了一个东西就是乘客拉手 大家留意一下最近这一两年很多新出来的车 都把乘客拉手给取消掉了 不只是后排前排的也取消掉了 这个车整个车里面就没有乘客拉手 所以你看起来看图片觉得很漂亮很简洁 但问题是那个东西是有用的 一些老人家坐在这的时候 你开车过弯的时候 老人家腰不好 你没有这个东西 他这样拉乘坐起来是不舒服 体感不好的 这个拉手还是有用的 像我的岳父他就一上车就习惯 就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取消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 在这里批评一下 好了 这就是后座的承受感 下面我们去看看这部车最精华的部分 尾箱 好 我们来看看这台列装车的尾箱 其实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旅行轿车的尾箱 因为它跟三辆车一样长 但是它把上面的进空给用起来了 现在你看常规的尾箱就非常好用 方方正正 厂家给的数据也差不多有600升的容量 600升就已经大过所有的三箱轿车了 尤其你要堆一些大箱子的时候立起来放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狗 大一点的狗的话 放在这里也是对狗比较友好的 当然更友好的方式是把这个座椅放倒 我先说说这个大小 你单独看它当然是大的 但是还是要跟竞品对比一下 之前这一类的车我用过的 我印象中最大的就是极客001 因为极客001我曾经在这个尾箱里头 试过直接放三台小的自行车 我儿子的铜车横着放进去 还有两个折叠车放在这 然后还可以关上门 那是非常大的表现 有很多SUV都没有办法 像极客001那么放东西 因为001这个高度非常高 就它这个底下很深 然后还有一台车就是蔚来ET5T ET5T其实真正的用户们会知道 你打开它的尾门看里面 并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大 外面看就是拱拱的 在里面其实它还是比较狭窄一点 尤其这个高度是比较小的 然后这台哪吒S的列装板 我实测过跟刚才两个车 我们都实测我用皮尺来对比下来 我发现它的这个高度没有001高 但是比ET5要高出三厘米左右 然后它的宽度其实没有刚才两个车宽 尤其是没有极客001那么宽 001后面这个宽度可以比这个车宽出20厘米 那是非常宽的尾箱 但是深度其实哪吒S的这个尾箱的深度 是看齐001 然后比未来ET5要多出5厘米左右 而当你把这个后座放平 这个是旅行车的精税所在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后座放平 它直接在这里做了一个拉手 一拉 按理说一拉 这个靠背就会这样倒下去 是吧 但有时候它会被那个安全带给阻力稍微阻挡一下 我再试一试 好成功了 两个都倒下去了 然后中间这个盖板放平 你看这样它会形成一个很长的一个重深空间 这个车我量过它重深空间是两米的深度 就从这里一直到前排的后座靠背 是两米长 如果你在这里铺一个床垫 的话那种充气床垫 你一米九的身高都没问题 在这里都可以伸直腿躺直了 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开着空调 露营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睡一晚上 当然它必须要用这种充气床垫 如果不用的话 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它是不平的 有点角度 这个角度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 因为只要是有角度 你睡在这睡一晚上还是不舒服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这块板 其实我上来之后这块板 其实它是有点刚性不足的 这个问题我要向厂家反馈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 作为一台旅行轿车来讲 这块板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刚性 可能是试装车的原因 所以优化一下这块板 同时把那两个座椅靠背 如果能够稍微再修正一下 座椅的造型放倒之后 能做到完全成平 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睡觉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去搞那个充气床垫了 直接放倒座椅就能睡 铺个毯子就能睡 那样会好很多 好了 看完这个基本面了 下面再来看看一些细节面 这是哪吒S列装板做的特别好的地方 它有很多花了心思的细节 我就拿这个包来讲 这个包讲这个字体有点low 是真的 哪吒这个品牌在做这些东西 应该要讲一点品牌调性 但这个包其实是很实用的一个补胎工具包和充气机 补胎液 然后这个包它平时无处安放怎么办呢 它在后面做了两个魔术贴 你可以直接把它贴在这 它开车的时候是不会甩的 你也可以把它立起来吸在这 这个做的我觉得还是挺赞的 然后你再看它边上做了很多旅行车的一些细节 首先是这四个挂钩 这四个挂钩你可以去买那种弹性网 直接四个钩一装 这里头就可以放一些会滚的东西 比如说篮球 足球 还有一些什么球鞋等等 你怕它滚来滚去的一些亲自的背包 你就可以塞到那个网里头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然后再看上面 这里也有一个弹性的一个袋子 这个就可以放一些比如说饮料瓶 出去玩的时候一些水瓶子 你怕它滚的都可以放在这 然后这里是一个220伏2200瓦的一个正常的家用插座 这个就可以接车里面的一些充电的装备了 而且它有2200瓦充电的功率也不用担心 除了用电脑以外 你在露营的时候 直接在这里接一个电磁炉打边炉 就是那个打火锅的那种锅 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插座的 再往上一些小细节 USB插口 这有什么用呢 就是你在车里面睡觉的时候 手机要插的话 前面那个插口可能就被你的床垫挡住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手机插在这里充电 然后手机正好这里有个台 可以放是不是很细心呢 然后这边还有12伏的插口 就各种插口一硬俱全 好看完这些 你再看看这个里面 它这块板可以抽起来 抽起来之后可以把它下沉一格 稍微腾出多一点点的纵向空间 但也只有一点点了 大概就是五六厘米了 就连这个补胎工具 你想把它放到这里面 再盖上这个板 其实都是做不到的 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台车 也是一个比较让我失望的地方 尤其是纯电的版本 我也没有在这里看到有个坑 这台增程版你说它里面 还有油箱布置什么等等 它没法挖个坑 但是纯电版也没有挖坑 所以它会输给一些其他的一些同级的车型 因为很多车现在都在这个地方挖了坑了 这个坑平时可以放一些不太常用的东西 但像这台车你看像这个不常用的东西 它也只能放在外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尾箱整体的表现 细节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如果要说缺的话 我觉得相比欧洲的旅行车 其实还缺了一个中间的隔离网 就你在后面放大狗的时候 像现在这种情况 有一些欧洲旅行车 他们会在这里 顶上再开两个孔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有一个网这样拉过去 然后这个网往下 这里一扣 扣住头枕什么 就形成了一个网 然后后面大狗就有很多的活动空间 然后你在前面开车 开长途的时候 就算一脚急刹车 狗也不会一下子飞到前面去 继续努力吧 中国品牌才刚刚开始造这种车 生活场景还是要大家一起去挖掘 下面进入到驾驶的环节 把这台车车列装版开动起来 先说说这个车跟它的轿车版本的差异 虽然我相信很多关注这台列装版的朋友 其实之前对三箱轿车版并没有兴趣的 纯粹是因为出了列装才来关注这个车 但我们还是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底子 首先它的底盘跟三箱版 基本上在构造上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延续了原先的那一套 规格挺高的悬挂系统 前面是双叉臂的 后面多连感的 然后动力总成 基本上大同小异 整个格局依然是一个 基于1.5自然CC发动机的增程动力系统 然后配上一个比较大的电池 这个电池在业内增程车里头算是挺大的 因为你反映在它的纯电续航上 增程版它可以做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 它电池跟之前轿车版用那个有点差异 不同的供应商 所以度数也有点不同 轿车的纯电续航可以到310公里 因为电池大那么零点几度 并且轿车的风阻也低一点 然后这台列装版本43度的电池 也做到了300公里的工况续航 我之前轿车我做过一个非常深度的 真实的多工况的续航测试 我发现哪吒的纯电续航 你把它放到动态续航显示 你不要显示标准的 你显示动态的 它会根据你实际的开的情况 会有一个实时变化 在那个模式下 其实它的纯电续航数字还是比较可信的 如果你高速走100公里 巡航这样开的话 基本上它是等比例的下降 然后我这台真程版 在城区我自己正常的开 我开的电号其实也蛮低的 我能开到16到18公里左右的电号 沉电板的电号根据参数表的话 会更低一点点 如果你真的是开16、18的电号 这个车在你手里是可以真实的开出 230到250公里的真实续航 这个就很够用了 如果你走高速 基本上我觉得非常肯定的说 跑过200公里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充电条件 在这台NZS的列装板上面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纯电超过200公里续航的电动车来用 大部分人可能日常在市区通勤 周一到周五的一些短距离上班 甚至是不是太长的成绩通勤 比如说我们公司到深圳 再一个来回 也就是200公里 这台车可以做到全部用电 这就是长续航增程 这样的动力参数它所带来的优势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增程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简洁的技术方案 然后再加上一个相对大的电池 能做到长续航的话 你大部分时候就把它当电车用 这个增程器就真的是用来增加自己的行驶里程 长距离的时候才用相当好 而且这台NZS列装 它的增程器介入的时候 动静、声音、整体MH振动的控制 都比之前的轿车版要好 轿车版在介入的时候是能听得见的 长途旅行的时候 它一介入你立马就知道了 但是这台列装版我还是能听见 这个声音已经细微和淡定很多了 所以整部车动力系统的质感确实是好了 这个质感也来自于动力 因为后电机的功率也提升了 原先的三箱版是170千瓦的后电机 现在这台列装版用上了一个新的200千瓦后电机 包括连它的纯电版本 如果是双电机的版本 后面也是200 也就是说纯电版的四驱版 动力也比原来三箱轿车的版本要大了几十千瓦 性能是更强的 当然这个车本身它车体也稍微更重一点 重了几十公斤 基本上抵消下来 列装版的动力还是比三箱版要更强一些 实际上是感受 这个车纯电跟增程我都开了 纯电开的是四驱版本 基本上就是有四驱版电车应该有的那种 一踩就有 一踩就去那种感受 但是我相信买这个列装版的人应该 绝大部分都不会考虑纯电的 应该都是买增程版的 所以我多讲几句这个增程版 就我现在开的这台车的感受 它的动力并没有很强劲 因为它只有一个电机在后面 但已经完全够你日常开 可以开得很轻松 也可以开得比较有冲劲 这部车其实开快了以后 它的底盘给人的信心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在横向的时候 就横向变道的时候 它的车体的测轻控制来得很自然 不是说它没测轻 它有一定的测轻 而且列装版本的底盘 其实比三箱版本是高了一点点的 肉眼都能看得出来 一个是轮子更大一点点 而且离地间隙也调高了一点 为了通过性 为了出去玩的时候 没那么容易刮底 这是非常好的 但与此同时 它依然做到了很好的测轻的控制 这台增程版的测轻是稍微明显一点 那台纯电版的测轻是控制得更好的 因为纯电电池更重 中心更低 所以变道非常有信心 所以侧向转弯 其实这部车是给人一种很安稳的感觉 然后在纵向的舒适性方面 这个底盘在中低速走烂路的时候 是好评的 过一些坑 过一些很变化的路面的时候 整体这个底盘的滤震 和车体的那种平稳程度 都是很好的 不会因为走烂路而觉得这个车廉价 这一点是可以占的 因为这台车20万不到的价位 给到底盘的行驶质感是越级的 是超过这个价位的 如果要挑 就是电车常有的后悬挂的跳动 在这台车上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你看前面就是一个桥头跳 过 前轮很贴服 这个车前轮的整体的跟随性非常好 但是后轮过的时候 就会有点跳起来 坐在前排都能感觉到 坐在后排那个跳动感就更明显 其实像这种底盘的基础架构很高级 车子又有比较大的尺寸 又有很宽的轮胎 又是电驱 又有个电池在车底 这样的架构的车 运动性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所谓运动性 这台车有运动模式 还有一个赛道模式 这个赛道模式 进入具体的菜单 是可以把电子稳定系统关闭的 我试过一下 这个车在一些偏湿淮点的路面 是可以很轻松的就飘起来 因为它是后驱的 不过你不会拿这台车去玩飘移的 对不对 我觉得不会了 只不过它确实从电控的角度来讲 从它的底盘来讲 它提供了这种能力 还算是比较有可玩性的 但其实要说运动 我更想跟大家说说日常的运动 就是手感传递 尤其是这台车的方向感 这个是可以细说的 哪吒S这台车它的转向系统是比较特别的 跟其他我们常见的电车不太一样 它的手感有点像传统的燃油车的那种 液压转向的手感 这个我之前在三响版上我也说过 三响版那个液压感更加明显 来到这台列转版上面 它们稍稍调了一下这个转向 对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 没有原来那么贼了 现在这个车稍微会缓一点点 但是只要你转动起来 依然你能感觉到一种很细腻的比例感 就是这个方向盘在转一定角度的时候 它依然是非常精准非常细腻的 它不会说转到一个位置之后 就变得模糊了 其实大部分的电车的转向 在转动起来的时候都是比较含糊的 虽然转向的比例 现在大家是越做越快 比例这一块确实是打哪 这个车就直哪 但是在实际的你手感上 其实很多电车 比如说打到现在这个角度之后 这个转向你就觉得 你只是跟它有一个电的沟通 但不像这台哪吒S 你不只是有电的沟通 你感觉好像方向盘跟车轮之间 有一种液压的沟通 它也不是很机械感 反正它就是有一个直接的连通 这个连通是顺时的 无时不在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感觉 如果你开过非常多的电车的话 你会知道哪吒S 这种转向手感是很特别的 没有哪个车跟它转向手感相似 但这个转向手感 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 有些古怪的手感 它总是 为什么这方向盘总是有一点重量感在呢 如果你开的车像我这么多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这台车在整个行业里面 它的转向手感最像哪一家呢 最像奔驰的 确实是 奔驰的转向感就是这样 它能给你一种细腻优雅的感觉 但是它不运动 你从运动层面来讲 它这种优雅感 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有信心 一下就变一个道 不会的 它就是 时刻的给你制造一点手感 让你知道 你的手施加在这个方向盘上的时候 你对这个车是有输入的 所以你更不能乱来 是有一种这种感觉 这个我说的细一点 因为之前我没有 把Nazda S这个车展开来细缩 但确实 转向感是这台车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说完驾驶 再说说舒适层面 刚才我说过这个车悬挂的表现了 在静音方面 它的底盘静音 我觉得以一个这么大的532的车来讲 这个静音就只能给它打个六七十分 但是以一个十几万的车来讲 这个静音又可以毫无疑问的打到80分以上 其实日常开还好 路面好的时候它还是比较安静 但是遇到一些粗糙的柏油路的时候 胎罩比较大 你也会觉得柏油路船上细碎震动大一些 原因就是这台车 它的轮胎其实是比较薄的 45扁平率的胎 所以这种薄扁平率就是容易传递更多的细微震动 还有就是在行径中 我听到的耳朵听到的来自后方的路噪声 是比一般的车要大 这是旅行车 这种瓦罐车体的一个必然天性 而这台车除了有一点后悬挂低沉的噪音以外 有一个声音更加明显的 就是在雨天行驶的时候 它后轮拱会有一点水溅在轮拱上面的水声 这个水声会从我的右后方直接传上来我的耳朵 这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因为它的尾箱跟车厢就是完全连通 也许你在尾箱上面如果再多加一个吸音的盖板 可能会好一些 但这台车的尾箱跟车厢就是完全物理空间上是连通的 说完基本驾驶表现 下面我要讲一下自驾的部分 这也是拿在S列庄版的一个新的进化 因为这台车有激光雷达了 又有高阶的自驾了 这里我们用一个经常我用来测其他车的一个S1 来看看它的车道对中的基本能力 你看 过来了 没问题 稍微有一点点偏离 但是它还是能过来 就说明这部车它基础的辨识能力 感知能力 执行 都已经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上 所以它现在就已经敢去开发高阶自驾了 像高速自驾和城区自驾 厂家说都会有 而我们这回拿到了这台试驾车 就已经开了高速自驾 所以我们上高速去感受一下 哪吒做出来的高速自驾 我们现在上了高速之后 直接打开这个自驾 你就会听到特别的停驶声 进入了NNP状态 每家有自己的名称 哪吒S就把它叫NNP 其实就是他们的高速自驾领航 在这个状态下 这个车就会自己保持车速 保持车道行驶 如果前面有慢车挡住它 它会自己发起超车 你看现在这个变道是它自己发起的 开到最快车道去 在这种正常的沿车道行驶 做一些正常超车的状态 这部车其实是稳稳搭 没问题 整体上变道的动作也都很轻柔 你可以放心的 让它长时间这样自己去开它 方向盘它是一个扭矩感应 不是电容的 所以手还是要放在上面 偶尔稍微要动一动它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发起变道 轻轻按一下转向拨感 它就会用一个相当谨慎 缓慢的动作变过去 在这种车流量少 路很好 没有什么复杂岔道的这种高速公路上 这个NMP你是可以放心 长时间让它开的 路上有一些弯道 它也可以妥妥地拐过来 但是较高速领航 肯定不只是高速的LCC功能 它也可以自己进出闸道 也可以转弯 我们去试一下它的闸道能力 这里是广州环城高速的一个闸道 它这个NMP不需要 非得在收费公路才能用 在环城高速这个免费的高速 它也可以用 而且一进闸道你就可以激活了 它现在就自己跟着导航 自己去选择闸道 我们看一下 自动的打灯 这里是三车道 看它怎么选择 选择中间车道 拐过来 没拐过来 看到吗 它突然到一定弧度之后 它就拐不过来了 我们再试一次 好 这个NMP很容易激活 但是你看这个弯 这个弯 还是没拐过来 看吧 一个左弯一个右弯 时速都只有40公里以下 但是它就是没有拐过来 拐到一半 它自己就往弯外冲了 而且提示的声音讲真也不够安全 好 这里又有了NMP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限速就是40公里 所以它现在走30公里 也没有问题 这个弯它倒是拐过来了 你看 开的讲真有点慢 出大路了 看看它怎么操作 速度 闸道的速度有点慢 这时候它其实应该把速度提起来 好 它自己提到80公里了 这个出闸道的时机 你看它出去的时机 所以就有点晚了 就被那个车压 压到最后才出去 哇 哇 它想连变两个车道 但是这边是有车的 这个地方其实1.1公里 我们就要往右并了 而且前面三个时线 它没有并 它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响应 这个只有我自己人为的并过来了 你看 NMP状态 还有600米出闸道了 500米 300 你看 马上要错过了 我不知道是它过于的基于高精地图 还是基于规则 因为我们这个闸道口是一个新开 但其实也开了有大半年的闸道口 反正它对这个闸道口是完全的无动于衷 但是地图路线确实就是往这里走 硬件是到位了 但是在自驾的开发上 哪吒的团队很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结一下这台在S列装版它的驾驶性格 总体上我认为是日常开起来比较优雅的 动力 转向 底盘的质感 都是一台比较优雅的车 运动性 可以说它的底子不错 但是它并没有把这个车调得很运动 它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很激烈的那种驾驶感受 我说的是这个增程版 四驱版本 动力是激烈的 但整体上那个车的性格也不激烈 这车更多的就是日常优雅的开 长头比较舒服 比较淡定的去远行 说到远行 作为这个车的车主主要就是要搞懂 你什么时候用电 什么时候用油 日常周一到周五日常通勤 家里有加充条件 甚至拿这个车出去快充一下 我觉得都是值得 因为它充满电 它可以跑200多公里 用电比用油要省很多 但是在高速远行的时候 你就得规划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是去露营的 我出发的时候电量不太够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增程模式 让它在路上自己给自己充点电 它这个增程器 虽然听起来功率不大 1.5的窒息 但是它行进中给自己充电的功率 只要你匀速行驶 平均也能达到18度 20度左右 也就是你只要正常的开 一个小时左右的高速路程 它就能给你补足一半左右的电量 这是43度电的一半 20度电 这可以让你到了目的地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从这一点来讲 这套增程系统也比很多的插混车都要强 因为插混车有很多它的自补电的性能 并没有那么好 只要你把这一套增程的原理和功能完转 你会发现像这样的电池比较大 续航比较长的增程电车 真的是个很好的东西 它能对应的场景非常多 而且真的是毫无焦虑 哎呀 来假装一下自己在钓鱼 又或者是歪歪一下 拿这个车带着小朋友出去露营 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这种旅行车也好 列装车也好 它跟三向轿车也就是变化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整个车给人的感受就是不一样 包括它里面加了很多这些细节之后 是吧 它有内放电 有外放电 你去露营的时候 这个车真的就可以是整个营地的一个中心 既可以在上面睡觉 量空调 唱K 玩游戏 也可以由它来给外面去供应电源 而且你这个电还没有焦虑 你可以一路开过来的时候 直接用燃油机就把这个电给发了 所以技术是为人服务的 人最终是要活在场景里 像这样的车 它的空间 它的造型 它就赋予了你很多场景的可能性 而我们买车图的是什么 现在买车肯定不只是图一个移动交通工具的功能 虽然这个功能也很重要 座舱里面的整个体验 智能终端 这些功能也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车的物理属性 因为它的大小 因为它的尺寸 因为它的造型 因为它的空间 它所赋予的 人可以跟车之间互动的这种场景 才是汽车这个东西它真正的魅力所在 这让我回想起一句话 就说男生为什么喜欢车 因为男生都把车当玩具 而这个玩具跟其他的玩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钻进去的玩具 你家里有再好的机器人 再好的游戏机 你都没法钻进去 但是汽车你是可以整个人钻进去 你可以活在它里面 这就是车有意思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除了卷技术 卷商店 卷智能以外 大家也开始卷车的品类了 所以一开始去把这些我们死前 我们知道世界上早就有这样的车 但是我们没有做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市场有空间 或者说市场这么卷之后 三箱轿车都很难卖得动的时候 大家就拿三箱轿车来再继续卷 继续延伸 延伸出旅行车延伸出裂状车出来 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市场的良性进化的一个表现 好 说回品类本身 这个车它不是一个新品类了 你说它是列装也好 说它是旅行轿车也好 这个品类之前出现过很多车 而当下它最接近的对手是什么呢 其实在十来万 是很难给它找到一个对手的 正如厂家自己也说 这是全球目前唯一的增程列装车 反正这样的车在欧洲有很多 但是用增程动力系统的也没有 这台车因为它用了增程 所以它可以提供纯电的 我刚才说的各种的露营体验 所以它确确实实这个增程不是说只是一个标签 而是实实在在一个功能性的延伸 这是非常赞的 而它从形态上来讲 更接近的另外两个对手 我前面也提到过了 蔚来的ET5T还有极客的001 那两台车都是纯电的 纯电的车 当然你开起来有纯电的体验 包括像蔚来它有它服务体系的一些吸引力 但是纯电车开出去就是有焦虑 我暑假刚从西部回来 我在西部很少看到有纯电的车 真的敢开318 有是有但是非常少 但是我在那边竟然看到了几台这个哪吒S 两台还是三台 都是小年轻小两口开的 因为是增程车 你敢开到那种地方去 所以现在这台哪吒S的增程版 我觉得它是独式生意 它跟刚才两个车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 当然你可以说从车的外观 从它车的内饰做工用料体验来讲 它比另外两个车看起来更加的有性价比 或者说入门门槛更低 所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高 这吸引力不止体现在入门价低 还体现在我刚才说它是增程的 它没有焦虑 同时它的空间 行李架 尾箱 这些可玩性一点都不差 这就是这台哪吒S 它目前在市场上面的价值 我觉得这部车是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的 比之前的哪吒S的三箱版 更加的有竞争力 所以三箱版我没有做车评 但是来到这台车我觉得要做一下 因为对于年轻朋友年轻家庭 你想买一个帅气的漂亮的 有操控感的又体面的 但是又不想买SUV 又不想那么平淡无聊 但你又非常想要那种比较小资的感觉 或者比较有生活调调的感觉 那这台车其实是目前这个价位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说回来又回到这了 有很多人说哪吒的品牌 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们不喜欢这个标 我接纳大家的这种感受 甚至我自己本人也能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台车给我更大的感受 就是你买这个车就是对自己好的一种选择 你买它就是为自己买 不是买给别人看的 当然别人看这车很漂亮是吧 然后再看什么车什么品牌不认识 你如果要图品牌的话 你去买极客去买未来 当然代价也更高 但是买这台车就是自己的享受非常高 这就是今天的车评 喜欢的话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下期见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